中东启示录十一 逃跑的哥伦布 1402年 奥斯曼土耳其在安卡拉之战 惨败给了铁木尔 让欧洲人胆寒的奥斯曼君主巴耶塞特 也成为了铁木尔的截下球 铁木尔没有趁势灭掉奥斯曼土耳其 而是远征大明 不过铁木尔没有走到明朝边境就咽了气 铁木尔帝国陷入内乱 奥斯曼土耳其也因此逃过了王国的命运 但争夺王位的内战爆发了 小王子穆罕默德一世脱颖而出 击败所有竞争对手 统一了四分五裂的帝国 如果说穆罕默德一世挽救了奥斯曼帝国 那么他的儿子穆拉德二世 则重振了奥斯曼帝国 穆拉德二世再次占领巴尔干半岛 击败了当时东欧最强大的波兰 杀死了波兰国王 晚年的时候 穆拉德渴望享受生活 于是善未给了14岁的儿子 穆罕默德二世 但穆罕默德二世没有足够的威望 压制住军队 老穆拉德被迫付出管理国家 直到去世 穆罕默德二世才重新登上王位 被迫退位的经历 让穆罕默德二世意识到 只有建立不适之功 才能巩固自己在臣民和军队中的地位 所以穆罕默德二世决定实现 前几代苏丹的夙愿 攻占东罗马帝国首都 军事坦丁堡 1453年 21岁的穆罕默德二世 亲率大军围攻军事坦丁堡53天 终于攻破城池 1000多年历史的东罗马帝国从此灭亡 穆罕默德二世迁都军事坦丁堡 将它改名为伊斯坦布尔 至此 奥斯曼帝国逐渐成为了欧洲东南部 以及地中海东部地区的长期霸主 穆罕默德二世之后的100多年间 奥斯曼土耳其除了称霸东欧 也没有停止向亚洲和非洲扩张 帝国先后征服了埃及的马马路克王朝 以及北非和阿拉伯半岛的部分势力 迫使大部分伊斯兰国家屈从于土耳其的淫威之下 15世纪末以前 东西方的商路主要有三条 一条是陆路上的丝绸之路 另外两条 要么通过地中海 要么通过红海 中间经各国商人在陆路上多次转手 大家是与陆均沾 而奥斯曼帝国兴起后 土耳其人几乎控制了所有的贸易路线 独享暴力 土耳其的商业垄断 让迷恋东方物品的西欧商人和贵族痛苦不已 他们迫切需要开辟一条新的通往东方的航路 大航海时代就这样开始了 从谋众意义上来讲 奥斯曼帝国不仅为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提供了诱因 更是为他提供了人才 由于穆罕默的二世晚年策划征服意大利 很多意大利人被迫逃往西方 其中就包括了哥伦布 哥伦布先后游说葡萄牙西班牙王室赞助航海 最终发现了新大陆 葡萄牙航海家打甲马也曾多次被土耳其打败 这才决心绕过土耳其的势力 成功开辟了从欧洲绕道好望角到印度的航海路线 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意味着陆泉时代的强国 包括东方的中国和中东的奥斯曼帝国 将逐步被不断崛起的海洋大国取代 廉价和大批量的海上贸易 也必然取代高成本高风险的陆地贸易 而海泉时代总有衰败的一天 如今时间对于物流越来越重要 陆路上的高铁无疑在效率上远远超过海上的轮船 而且陆运也不会像海运那样 货物的中转往往局限于沿海地区 当然世界也不可能回到以前的陆泉时代 但依赖高铁运输的新丝绸之路 一定会部分取代被海洋霸主所控制的海运航线 将来的世界或许是海泉与陆泉共存的时代 如今的海泉强国未必能长胜不衰 过去的陆泉强国未必不能重新崛起